北京时间1月1日 2022赛季ATP赛事在元旦当天正式拉开帷幕 在ATP杯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当中 塞尔维亚对同楼位队相遇 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德约克维奇 没有出现在今年ATP杯的赛事当中 他仍在等待来自澳大利亚当局的医疗豁免 以便可以出战澳洲赛季的比赛 根据塞尔维亚媒体的最新报道称 就在大部分球员已经抵达澳洲备战的情况下 德约克维奇仍未启程 目前德约克维奇在西班牙马尔贝拉进行训练 以便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报道称德约仍在等待医疗豁免 以便让自己能够踏上未免之路 不过澳大利亚方面似乎并不会为德约开绿灯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就表示 德约克维奇不会得到任何优惠待遇 想要前往澳大利亚唯一的途径就是注射疫苗 德约克维奇本人仍旧十分希望出战澳网 这也是他为什么搬到马尔贝拉训练的主要原因 更加适合训练 而且每天报道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德约在最近训练中一直在使用澳网官方用球 对于德约克维奇而言 他有拒绝接种疫苗的权利和自由 而澳大利亚方面也有拒绝他的权利和理由 只是在疫情仍旧严峻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赛事会增加疫苗的要求 如果德约执意按照自己那一套的话 在未来他可能会错过更多大赛